范先生和他的妻子 范先生已经在沈阳市沈北新区中心医院住院一个多月了 说起住院的原因 至今范先生还心有一计 也就五点 五点过点下班 我正常回家 到汽车 电瓶室 也不到什么时候 后边给我创 不知道 这时候脑子也全都 大时就全完了 鞋都掉 范先生说 事发生在10月14号 他当时就被撞昏了过去 也没看清是什么状的自己 再醒来的时候 就已经在医院的抢救室 一睁开眼 就看到了妻子站在身边 范先生被诊断为颅骨骨折 右侧肋骨骨骨折 脾破裂 肺部有挫伤 好在送医急时 范先生捡回了一条命 可刘女士告诉记者 第一时间救助范先生的却不是赵氏司机 而是一个开车路过的小伙子 赵氏司机撞完人就不见了踪影 120那个好心小伙是法库的 我联系上他了 他今年24岁 我那天也去见了他 电动车倒了 然后他躺在那个电动车 脸部都冲血了 地界有一滩血 血都凝了 然后下车一看 就是可能说 交通都是头一呗 联系家里 然后他就有点不明白了 好在有郑宇的帮助 范先生现在身体恢复的很好 但是赵氏司机却始终